老杨到处说 根据香港文汇报5月11日的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儿 在10号接受央视新闻1加1的节目访问 以组织的白岩松视频连线 被问及香港特区政府正在跟中国内地部门商讨 加强香港公务员的培训 包括当公务员到内地单位挂职一段时间的时候 林郑月儿透露 特区政府很快就会跟广东和深圳签署相关的事宜 让两地公务员互换挂职 根据报道 香港特区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上个月的香港特区的立法会透露 正在跟内地部门商讨加强香港公务员的培训 包括让公务员到内地单位挂职一段时间 以便观察学习 聂德权指出未来也希望引路规定 要求公务员必须在三年适用期 休闭内地的培训课程才可获得长期的并用 林郑月儿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呢 表示特区政府在过去以来一直都有这个计划 那么现在是把重点放在大湾区 林郑月儿透露 特区政府很快会跟广东和深圳签署 相关事宜的两地公务员互换挂职 促使他们了解或者更加了解两地的情况 这个消息呢 我们几个朋友商量一下 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香港的公务员是怎么回事 香港的公务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常规雇佣关系的雇员 那些外判出去雇佣的雇员不算香港的公务员 所以香港的公务员大概是17多万到18万 香港的公务员体制中问责局以下的公务员 必须遵守政治中立的原则 但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同时也不受政治委任官员变动的影响 这个制度的好处 是可以保障政府施政的稳定性和公务员的士气 好了 2002年之前 香港公务员体系中最高职务是叫政务师师长 03年施行主要官员问责制之后 降至常任的秘书长 现任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叫聂德权 另外香港公务员有一个公会 这个公会叫华元会 是香港最大的公会组织 按照有关的资料显示 香港公务员是香港特区行政区 行政特区政府常规雇佣关系的职业 分布在各大小政府部门 香港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方法很广 由公共工程和设施 清洁和公共卫生 以至教育消防警务 香港有17万到18万的公务员 一直享有比较好的口碑 结成为市民服务 高效专业连结公正 备受各方称谕 是维护香港有效管制 和一国两制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 这评价不低 香港的公务员都要恪守 公务员的守则 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守法诚实连结 不偏颇负责任 它是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公务员管理命令 由法律权利的聘任解雇 或纪律处分处理公务员的申诉 制定条例 公务员有三份重要的文件约书 第一公务员人员的管理命令 第二公务人员纪律规律 和公务人员事务规律 详细列出了管理公务员拥有的权力 香港的几率部队的人员的品行纪律 它还同时受到纪律部队法律的规管 公务员按照工作的职责 分为18个不同的职系 互相之间不理属 其中政务职系的人员是专业的管理通裁 据说有700个到800个 在香港特区政府担任重要的角色 被极左的人士称之为呢 政务官党 他们这些人会定期派到各个决策局 和部门担任不同职位 平行两到三年调职一次 通过定期的职务调派 政务主任可以接触不同的层次 吸取各方面的经验 发展多方面才能和从事多样化的工作 他们具备丰富的经验 卓越的行政技巧和多方面的才干 勇于面对挑战 是香港特区政府重要的资产 也是一国两制重要的资产 这是第一 大家了解一下香港公务员的基本特色 第二 必须还要强调一点 香港现有的公务员的体系 跟大陆的公务员体系是不一样的 因为香港现有的公务员体系 基本上按照英国公务员制度来设计 那么英国的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是目前世界上算先进和比较先进的公务员制度 英国的文官 包括政府系统非选举产生而非政治任命的事务官 不包括经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和各部政务次官 政治秘书等政务官 也不包括军队警察地方政府和国会设立的 启示业单位官员 国民卫生系统雇员和皇室的内务官员 他香港是消化了一部分 英国文官制度的相对比较稳定和优越的一部分 所以香港的公务员就类似英国政府公务员的制度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 政治中立 文官不会因为资政党的更替而更换 文官主要工作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 政策失败 文官不用下台 以确保社会的稳定 问责制 找决策官员 第二 责优而任 文官是由一个相对中立的考试制度招聘 以确保文官的知数和才能 第三 香港的公务员体系除了受到公务员守责的约束之外 同时还要受到香港廉政公署制度的严格规管和约束 第四 香港的公务员体系可以这么说 是中国现行行政体制之下 区别以大陆 区别以澳门 当然也区别以台湾 它具有高效守法 公正廉洁的明显的特征 这是香港公务员这对队员的主要的一个优秀的元素 第五 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 除了极个别之外 那些不宣誓效忠的那几个 不超过两百个 九七前宣布不合作的七个 绝大多数的公务员爱国爱港 终以置守连接奉工 即使是在最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 战装啊 2019年的街头抗争啊 表现是接触的 是经熟都是考验的 是香港作为一国两制 特别行政区 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不受到任何动摇 维持有效管制 一个重要的基石和原因 也就是说 香港公务员 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践 可以信赖 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 好了 无可讳言 中国现有的公务员体系 是受党的严格的管理的一个体系 不能说 它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公务员体系 但这个体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弊端重生 贪污腐败现象严重 它的先进性 目前跟世界上其他公务员体系 甚至是香港公务员的体系 还有明选的差距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 大陆的军队系统 就习近平主政以来 抓了两个前任的军委副主席 一列了将官抓了几百个 政法委系统上的中常委 政法委书记 公安部 安全部 大大小小贪官污吏 不胜其数 不要说地方政府 倒查二十年可能还会更多 那出现有什么现象呢 相对先进的 在公务员体系上 一个相对的先进的子体 以目前能处于相对落后的母体 来嫁接 或者派遣香港公务员 到内地大湾区政府去挂职 我个人认为这是要从根本上摧毁香港公务员体系的做法 对一国两制的香港的顺利的实践 是极不负责任的 是极其愚蠢的决策 让香港的公务员进入不了解国情 学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的情况 可以有很多的路径途径 办法 香港大学 中文大学 香港很多学校 开设的中国国情的课程 不会比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深圳大学 差 所谓的互换挂职 毫无意义 这叫什么呢 没病找病 这种东西如果不加任何的约束 就互败互通 文革时期 极左年代 大陆也向香港的中资机构 新华社派选的公宣队 平宣队 闹了很多笑话 几乎只有负面的效果 回归之后 香港派了不少公务员到内地的进修 有些人就沾揽了内地官场的坏习惯 坏习气 这种互换 没病找病 会带坏香港公务员的队伍 而这些身居要职 还敢去五排按摩院销汇的 几乎都有到内地进修学习交流的经历 很多做法 貌似正切 行左实右 息时深究 息时恐急 我们说香港一国两制2.0版的事件 最应该警惕的是一左二载的卷土重来 而实际上这一左二载 已经铺天盖地 现在这样的现象 没有人喝止 还洋洋得意的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 是因为很多人 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和严重的后果 现在的香港公务员一百多万人 十几多万人 一棍子打死 重新的甄别 这是对香港的爱国爱港力量的一个极度的不信任 所以呢 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件 前20多年 风风雨雨跌宕起伏 后20多年 还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 那么谁才是香港一国两制的千古罪人 我相信包括林郑月娥女士在内 历史一定会有公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好 那是 有关 老杨 二人 Motorola